我是五金發哥 講滿洲國劉仲敬的這本書 非常驚訝 也許說發哥你都在講台灣史的這個東西 你一直講中國,中國有什麼用 我現在就要告訴你 你喜歡不喜歡中國,你都要了解中國史 你更要了解國民黨和共產黨講的中國史 都胡說八道 你以前念的中國史,亂念一通 這個就是錯的中國史 倒過來的中國史 那你要現在從歐亞大陸整個的歐亞史 裡面看中國史 謊話連篇 連韓國講的東西 所以你現在那個 中國共產黨從小學教育他們這些聯名 教歷史交給他們以後 現在看到韓國人拍的電視劇 差點都要把電視劇砸掉 因為倒過來講 我唐太宗怎麼會打輸你們韓國 我隋陽帝怎麼會打輸你們韓國 這屬心真的就這樣 被打得很慘 中國人就沒有要接受 因為他受的教育 從小洗腦教育是錯的 台灣人也不能夠接受 什麼孔子是你們的人 你不知道孔子的家鄉 最早的時候是高勾力的一部分 也不是完全沒有監禁的 也不是完全沒有監禁的 所以高勾力後來是怎麼樣的部分 高勾力為什麼後來變得越打越強 發哥不是剛講過了嗎 高勾力剛開始的時候 他是一個部落部落部落裡面形成的 各部落形成的 尤其是高勾力的北方是什麼 叫做黑土部落 黑水部落 黑土部落講哪裡 黑龍江到大興安寧這一帶 黑龍江那一帶 那一帶的土地 整個土地是全歐亞地方最回渥的 土是黑色的 這個你都聽過你家鄉 外省其實東北來 他就告訴你 我們家的土一離開來都是黑的 確實是 是全世界最回渥的土地 除了地中海以外 所以種什麼都活 最回渥的地方 所以你知道那些北方 或者蒙古一帶的 游牧民主被滅亡的人 都逃到黑龍江一帶去 因為那裡種什麼都活 水這為什麼叫黑水 連水都是回渥的 連水都是最好的 水裡面到處都是魚 隨便抓到一堆 我那天看了那個 那個電視裡面的影片 真的是電視影片啊 那邊是俄國人拍的短片 就在那個烏蘇里江呢 他那個黑龍江的北面 蘇聯的土地上 他查一下狗的 客人吃水 他走到水邊去用手 就抓十幾條魚上來 你看魚都到這個樣子 所以黑土部落 黑水部落 這批人 他就進入到高溝里和他聯盟 然後高溝里形成了 雙元制度的國家 雙元制度國家是什麼 就像現在日本啊 有一個國王是名譽上的 精神上的領袖 高溝里也是一個王族 是名譽上的領袖 這個領袖能幹什麼 能夠派大將軍 我底下任命你三四個幾百個部落來投靠我 好 我任命你幾個當行政官 就像羅馬帝國的元老院 派那個這個所謂的羅馬三雄一樣 啊 你去管東邊 你去打西邊 你是大將軍 這個將軍啊 不只是這個帶兵打戰的權力 這個二元制度 一個是高氏的王族 姓高的高氏的王族 另外呢就是他派的行政官 結果怎麼樣呢 好 隋陽帝來打他高溝里 王氏只有直俗部隊這一萬 竹聯邦幫主只有一千 本堂只有一千 其他的各鄉堂加起來有一萬 高溝里的王氏只有一萬 但是隋陽帝來打了好 劃一聲呢就來十萬來打 你想想看就算是打敗了怎麼樣 打敗了隋陽帝到最後是佔領不了東北啊 他又回去啊 他的天氣冷了他又回家啊 軍隊回去啊 那個皇帝怎麼樣權力越來越打 周邊的將軍權力越來越強 國家越來越強大 皇帝越來越有權力 打一次戰爭啊 皇帝國王的那個權力 增加一次的凝固 他原來是鬆散的組織 面面的形成的制度 形成了一個國家的制度 這國家制度呢 高溝里的國王是一個 名譽上軍事上的總統領 底下所派下來的將軍呢 就有十全啊 所以高溝里打一次水朝 水朝退兵而去 高溝里的王就更強大 他周邊的部落就越多 那麼在黑龍江的黑水部落 黑土部落呢 他們是自由民啊 他們就來投靠高溝里啊 高溝里的領土越來越大 國王權力越來越大 好到了李世民這個有名的天可汗 本來輕輕鬆鬆結了派一個人去 就可以把他收拾掉高溝里 結果唐朝也打敗戰 那高溝里的王就更不得了了 權力就更大 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但是實際上怎麼樣 你知道嗎 高溝里的首都叫頑都啊 漁丸的頑都市的都啊 這個首都被人家攻破兩次 攻破兩次竟然沒有消滅高溝里 反而高溝里越來越強大 為什麼你佔領不了我王都 你攻陷了以後勢一勢 把我們高溝里的人殺一殺 那你就回去了 回去以後陳還是我的 你走了我就回來 回來以後再把它重建 你看看像不像美國去打北越 像不像中國共產黨去打 中共鄧小平派兵去打北越 好啦 你鄧小平打進了河內 你鄧小平還不是退兵 退兵以後北越更團結 更耀武揚威 來啊要怕來啊 要怕來啊 鄧小平以後現在中共敢去對越南動兵嗎 不敢動兵以後越南怎麼樣 你要怕多好 林北跟美國和解 你知道嗎 美國打越戰打了 打了那麼多年 被越南打敗啊 撤退出去被北越打敗 現在變成北越的好朋友 北越那邊金南灣啊 好啦好啦 你美國要變成海軍基地 你要來幫我忙 和中共打蛋 連中共不敢打我的領土 好啦金南灣豬女啊 昨天的敵人 今天變成今天的朋友 越攻越打越大 越南 現在統一了 北越呢 越打越大 就和這個一樣 和高高麗一模一樣 王都被攻陷了兩次 但是呢 你隨朝的軍隊 唐太宗的軍隊 退回去呢 欸 高高麗的王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越來越執行的 這個能力越來越強 但是呢 他開始犯了一個錯誤啊 什麼錯誤呢 越來越大的時候 就想要國家的體制 越來越精密啊 國王底下設宰相 宰相底下設一些城 雖然變雙編制 但是 皇帝那邊變成怎麼樣 變一批貴族產生了 本來在打天下的時候 大家都兄弟啊 稱兄道弟啊 大家都很有開創的精神啊 懂得七月大了以後 我王勇慶的嫁呢 我王勇慶的女兒呢 我才是正規的呢 王勇在那邊是我爸爸的弟弟呢 我叔叔呢 你不要給我奔啦 你自己王勇慶是獨立啦 好啦 王勇慶這邊就是狗啊 好 王勇慶傳給他兒子 王文淵 也不怎麼樣嘛 但是人家王勇在那邊很強啊 對不對 不好意思啊 我沒有影射什麼 我是講這樣的啊 為了講高歌里 要講的讓你聽得懂嘛 好 這邊高歌里的王 變成一個虛榮的 想要變真正的王以後 穿著這個龍袍 然後底下的大官都要舞揚威 但是沒有實際的權利 實際的權利在誰 好 就來到我們所看到的鼎鼎大名的 冤蓋書文啊 好 我們以前看那個漫畫書裡面 不是說他蓋書文 蓋書文是他那個薛連貴打仗的啊 其實淵蓋書文是個家族 不是一個人的名字啊 淵蓋書文就當初呢 高歌里皇帝所任命的大將 等於是凱撒了 他有軍權 他有行政權 他有都市權 他有些人的大將 那些人的大將 那些人的大將 他有很多人的大將 他沒有很多人的大將 但是呢 他第一次打退的 一個大將 叫蘇定方 蘇定方很強啊 就是 唐高宗不是玄宗 武則天的時候 但是蘇定方啊 還是被蓋書文打敗啊 但是南方的唐朝呢 和辛羅王朝合作呢 把百紀國被消滅了 百紀國是找日本來聯軍啊 所以變成百紀國 就是今天韓國的南部的虎山一帶啊 和日本組成聯軍 這個辛羅呢 就現在漢城的地方那個王朝呢 就去找唐朝聯軍 這兩個聯軍呢 在白春江口呢 產生了最有名的唐朝和日本第一次的海戰 這場海戰呢 日本和白紀國的海軍被打垮了 唐高宗的海軍呢 和辛羅的海軍呢 消滅了白紀國 所以韓國朝鮮半島的中北部 中南部以下呢 都是變成辛羅統治 這是第一場李治乃武哲天執政的時候 打贏的戰爭 打贏的戰爭 這個唐高宗又派了蘇丁方去打高國旅 結果打敗了 再派一個最能幹的人 這個人叫薛仁貴啊 薛仁貴跟黃寶川的故事就來啊 苦熟韓瑶十八年 薛仁貴去打仗白袍小將 所有的功勞都被人家搶去 然後最後唐高宗做夢夢到一個 應龍小將穿著白袍的 最後終於找到了這個人叫薛仁貴 薛仁貴大戰蓋蘇文 小時候看了漫畫書 法國最喜歡看的就是這段嘛 唐朝用最強最強的兵力呢 在薛仁貴的率兵之下 終於滅了高國旅 高國旅為什麼被滅掉 因為蓋蘇文戰死 蓋蘇文的家族敗了以後呢 這皇帝沒什麼小樓用啊 趕穿了跑到北邊去 高國旅因為這場戰爭啊 在最巔峰的時候被打敗了被消滅了 但是高國旅有沒有消失 沒有 他的王族往北邊逃 這個像我們很像耶 中國皇帝打輸了是往南邊逃 高國旅的王打輸了往北邊逃 往南邊逃 為什麼中原的皇帝在 黃河流域的皇帝 皇帝都是往南逃 因為長江是蠻荒之地啊 你知道嗎 你以為江蘇現在最回渥的 四川是最回渥的地區 以前是蠻邦啊 北邊最緩滑的地方 在黃河流域打輸了 就往南逃啊 往南逃是哪些人 就是你們的祖先 和人的祖先 到客人的祖先 從北邊往南邊簽 就沒有講我們為什麼往南邊簽 我們打敗了啊 給人說到走不走 走到南邊來 好啦 那最後呢 國民黨的時候 逃逃到南邊也沒有啦 南邊也被共產黨打垮了 長江領域也被打垮了 怎麼辦呢 轉進台灣 轉進台灣好聽 什麼叫轉進台灣 轉到台灣來啊 不是建議書嗎 我們祖先當初為什麼 在黃河流域被打敗就往南逃呢 因為南邊是蠻荒之地啊 然後在南方被共產黨打敗了 跑到台灣來 因為他認為南方是蠻荒之地 結果來了以後他比我們還要進步 要被日本改造了五十年 好那麼北方 高溝里為什麼往北方逃呢 因為他很多部下在黑龍江一帶 大興安寧一帶啊 老大老大你建書 來我這裡來這裡我幫你收留啊 這裡面土地回貨到處黑山黑水 好 高溝里的王室跑到北邊去 沒多久就整頓出另外一個國家 這個國家比高溝里還大 還要更強大 還要更會打仗 這個國家要進入叫做渤海國 啊你就聽過渤海國 渤海國在中國史上 在唐朝史上就拼拼講唐朝 渤海國和唐朝比唐朝還大 你知道嗎 渤海國變成滿洲歷史上 一千年以前 最起碼在一千年以前 在清朝興起以前 最大歷史上最高峰文明武力 你達到最高峰的叫渤海國 渤海國有多大 渤海國有多強盛 念中國史都沒有念到 稍微提一下而已啊 但是渤海國當初是東北亞和東亞之間 三大強國之一呢 和唐朝 渤海國和日本國 正式戰進整個東北亞的三個支柱呢 你都不知道對不對 你都一直以為唐朝很偉大對不對 大到比什麼都大對不對 歷史不是這樣啊 唐朝只有在唐高中李渊到李世民到李治武則天的時候 都強啊 下來都是江河日下唐玄宗啊 不是因為唐玄宗 喜歡一個女人叫楊貴妃 然後天下就亡了 這個是國家大勢 人家北邊的強權已經起來了 東邊海外的日本也強權也起來了 所以相對的你就弱了 是這樣子 今天講的講的講的講 明天講的講講 渤海國 渤海國到底是怎麼樣的國家 它怎麼樣影響到了今天的滿洲 和後來的歷史 明天講的講期間再見 拜拜